HELLO 大家好,我是Stanley 根據資深媒體的乃克的報導 前兩年效力童一世的羊頭 克維斯 新賽季即將轉戰富邦和將 成為繼富蘭哥、羅哥、布蘭登後 今天找來的第四名羊頭 那本集影片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來談談克維斯的回鍋 評估一下他近兩年在終止的成績 也看他沒有獲得童一世虛擬了他 有什麼樣的魅力 為何會被富邦選中吧 首先來快速介紹一下克維斯的過去 他今年高滿33歲 有188公分高 體重則是102公斤 出生自美國 母親在克維斯15歲那年過世了 父親截肢而且病重 在母親走後沒有多久也離開了 經歷這麼大的家庭變故 讓他一度萌生出想要放棄棒球的念頭 幸好他在少棒時期認識了捕手搭檔 知道克維斯的故事後 和將人討論決定透過領養的方式 讓克維斯有了第二個家 扶持他一路長大 也成為他繼續打球的動力來源 在高中時期 克維斯原本是外野手 只要有一次對上臨時需要 克維斯在地區的冠軍賽中帶半燈板 展現出了非常好的投球天賦 後來轉職成了投手 並在高中畢業時參加選秀 獲得了相當前段的第四輪順位 是聖地亞哥教師隊重點培養的未來宣法 克維斯在每一支前面的起步非常順利 18歲時重新聯盟爬起 過了4年就已經升上了3A 距離大聯盟直插一步 可惜陷入的卡關 還沒有真的踏上去 就已經被教師疊肥 隨後轉往侯人發展 205年季中 侯人將主力的投手Meg Lee交易到巨人 決定把3A表現普通 但至少堪用的克維斯拉上大聯盟 也一路投到球季結束 最後留下2勝6敗 1A plus 61的成績 要不是紅人早早就跟季後賽無緣 沒有戰績壓力 否則他是不太可能在大聯盟投這麼久的 不過也因為有這段大聯盟經歷 隔年回到3A後 克維斯就變了一個人 貝拉機率大幅下秀 散熱能力提升 控球也穩定許多 可能是到更高的成績看過後 不再畏懼3A打者 今年再度被升上大聯盟 改用後援身份挑戰 法律是有進步 可是控球依舊暴走 平均每9局居然會送出6.24寶送 最後在賽季結束後遭到釋出 開啟棒球讓人生涯 2017年KBO的韓華英找上了克維斯 開出百萬美元的年薪網羅 但當時的他還想要重回大聯盟 選擇玩具 後續去到香味舍、遊記兵跟馬鱗魚 卻都以失敗收場 就在這時 克維斯向經紀人表示 自己想要卸下球衣 結束選手生涯了 沒想到韓國職棒又來敲門 韓華英對他還是有興趣 雖然年薪下修並能只剩70萬美元 但這次克維斯決定接受 他想要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找回對棒球的熱情 披上了英對戰袍後 克維斯成為對上的頭號王牌 還曾經跟王維中同場對決過 整機29場先發吃下161.2局 收下了13勝 兩項指標都是全隊第一 另外在三陣數方面多達195次 比例一名載至KBO 也來過中職發展的羊頭所殺海多 一單計10.9的K9職 成為KBO三陣王 在韓直投出身價後 2019年克維斯回到了美國發展 沒想到去受傷卻動了踢墜 此時疫情又爆發了 讓克維斯重回大聯盟的路再次中斷 後來前往大西洋獨立聯盟 繳出不錯的成績 因而讓他被失隊注意到 在2022年賽季中 首度來到台灣發展 當時他是跟另外一名羊頭 菲爾斯加入的 一個是韓直三陣王等級 一個是在大聯盟有75勝 曾呆過太空人的吹哨哲 本來斯米奇在他們的到來 能夠補上羅昂·布雷克受傷的空缺 而且取代掉表現普通的柯瑞 讓戰績止跌回身 沒想到菲爾斯體檢驗出腰部有傷 直接遭到了解約 克維斯成了唯一希望 失隊也無法給他太多調整時間 報到不久就隨即拉上一軍 第二場登板 對兄弟繳出一場7局13K的史詩級表現 打破了同一隊式紀錄 也讓大家知道 KBO三陣王並非浪者虛名 只可惜那年下半季失隊的傷兵真的太多 即便有克維斯的加入 洋將戰力依舊薄弱 最後以半季4200勝率兩成88作收 跟基督賽無緣 賽季結束後 曾傳出樂天桃園有意鎖定克維斯 12領隊破維清也表示 在討論洋將戰力時 確實有把克維斯放在討論名單中 但卡在了228洋將條款 失隊有優先預約權 所以僅止與討論並未實際接觸 最後克維斯跟失隊達成共識 他和布雷克羅昂一同回國 去年從開季一路待到寂寞 吃下全隊第二的110局 拿下8勝也僅次於布雷克 最後還有一場比賽對富邦 演出6.1局的完全比賽 結果挨了王勝偉的陽春炮才破功 而讓多數球迷印象最深的 應該是去年接受挑戰賽的那一集 在GAME2面的程序就有打席 克維斯直接被平飛球打中右側臉部 當場倒地不起 現場檢查後骨頭沒有問題 做了斷層掃描後腦部也沒有瘀血 但醫生卻判定為嚴重的腦震盪 這一場不但讓克維斯的賽季體現報銷 兩樣是對GAME2敗北 被樂天連拿三勝出局 在修賽季的陽將評估中 統一續約羅昂布雷克 也找回去韓芝發展的聖騎士 還有現場頭凱莉士 卻遲遲沒有聽到 續留克維斯的消息 只要近期才傳出 行動價應該是富邦很降 克維斯也將邁入來台第三個賽季 從野格的PR表來檢視 可以看到克維斯去年各項投手指標數據 幾乎都是聯盟平均以上的等級 ERA是70 FIP更高 來到了86 被打機率也有73 最出色的地方是揮空率跟三陣率 PR皆在90以上 也是他能夠在中職生存的重要原因 克維斯的主要球種 除了直球以外 還有曲球、變速球、滑球跟一點卡特 直球占比是最高的 來到56% 均速落在145公里上下 搭配120公里左右的曲球 用速X去混淆對手 如果你有付費、贊助、野球革命 就可以發現他們的資料庫中 可以找到克維斯去年使用各球種的成績 最有威脅力的就是曲球 隊友打時高達44.4% 被打機率只有一乘39% 面對左打者也很有效 揮空率來到了35% 加上他有一顆縱向的變速 也難怪克維斯身為一名右投手 卻不畏懼左打 現在無論面對左右打的被打機率 都落在2乘2到2乘3之間 壓制力非常好 不過克維斯有一個致命的缺點 就是他的上下線會開得很高 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賽子型投手 骰到6的克維斯 可以一個保送都沒有 威風8面的壓制全場 送出大量的三陣 但只要骰到1 不只他痛苦 連看球的人都很痛苦 後來球會非常多 瘋狂對擂包 即便最後沒有失分 還是會讓比賽節奏變得很冗長 雖然去年例行賽他的保送率 相較於第一年來台時已經有下修 但還是高達9.6% 低於聯盟投手的平均水準 這次克維斯過往在每一個職棒聯盟的通病 不然是在中職、美職或喊職 他平均每9局都至少會丟4次保送 確實不理想 也因為用球數用得多 讓克維斯的局數很難拉長 連要達到優質先發的門檻 6局都不容易 去年19場先發中只有5場的QS 這對一位先發投手來說 是很大的隱憂 在10隊去年的羊匠配置中 克維斯屬於34號先發 畢竟羅昂聖騎士這兩張王牌太強 上面技主要是他跟布雷克輪替 競爭剩下一席的位置 是直到下半季 聖騎士轉頭含止 羅昂又受傷 克維斯才被提拔成二號閒發 前進就賽 雖然克維斯成績不差 三陣能力有強 但這個控球不穩 續航力不佳的麻煩 可能也成了10隊評估羊匠時 沒有跟他續約的主因 他們更傾向去找羊左頭 來補強自家球隊 左頭戰力不足的問題 但富邦這邊的想法 顯然就跟10隊不同了 他們目前找的羊頭 包括富蘭哥、羅哥、布蘭登 再加上克維斯 全部都是右投手 成為中植6隊中 唯一一隻沒有找羊左頭的隊伍 有了克維斯後 富邦新賽季的四名羊匠也大勢敵定 唯一回鍋的是富蘭哥 其餘像肯特、恩利、瑞恩等 都沒有被找回來 艾普勒赫則是轉頭衛拳 變成金人的對手 這當中我認為最可惜的是瑞恩 雖然去年季末才來 但他的身手真的很有王牌的感覺 球速快 三陣能力強 控球也算穩 AIA++高達159.3 可惜肩膀後來受傷了 或許也因為這樣 讓他不被富邦考慮 至於肯特 真的算是很耐操的三號型羊頭 只是他的形態跟克維斯完全相反 屬於三陣少 保送也少的極端滾地球投手 非常依賴隊友的手臂 可惜情緒上比較激昂一點 其中也曾因為這樣跟隊友起衝突 被下放到二軍一段時間才回來 我猜測富邦會找上克維斯 最大的原因可能是 他對上富邦史的表現太突出了 雖然累計四場先發 都集中在去年賽季 合計23局只丟2分則是 還附帶28K 相比對樂天、衛拳跟兄弟 成績是明顯高出一截的 當然反過來說 今天的克維斯 很可能會因為轉隊的關係成績下滑 因為他再也對不到 投最好的富邦了 有人可能會說 不是每個羊頭對富邦 成績又是最好的嗎? 這沒有什麼稀奇的吧 但其實我查了一下數據發現 還真的有不少羊頭對富邦苦手的 像布雷克 上他對富邦的防御率3.75 比其他隊都還要差 樂天的豪盡也是 他對衛拳投最好 防御率只有1.65 對富邦卻暴增至3.23 其實是最差的 這應該也可以稍稍扭轉一下 大家的影響啦 以上是今天的影片 最後要公告一下 頻道預計在初一、初二、初三休耕 要等到初四中午才會上片 在這邊先祝大家新年快樂 農年也請大家繼續支持 每天中午準時鎖定 跟我一起看終止吧 我是安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